大家認為怎樣才算是好身材呢? 其實很主觀的,快點來言告訴我吧 我這條片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們的答案 Sorry,講正題,歡迎收看伊之哥仔 大家有沒有因為身材又或者樣貌的問題 被人欺負過,而感到自卑呢? 我自己讀中學的時候是有的 不過那時候是因為穿衣服很老套 那時候就大陸很流行自由行 然後我就被人叫做自由文 And then,我的英文名,非文就是這樣了 欣怡在3月25日出了新歌第一單 《風雨肥團》,名字是不是很爆? 大家都知道欣怡一向都會出一些關於女性議題的作品 例如之前的女神,你受救了媽 這次的風雨肥團都是一些關於body shaming的議題 也有人直接問Wyman 那這個是不是你受救了媽的2.0? Wyman的答案也有她一貫的風格 她就是答,No and yes 她說你受救了媽其實是想和一些為了取悅主流社會 而拼命減肥的人一起去反思 而風雨肥團是比較有一種硬起來的意思 直接去反抗一些批評或嘲笑者 整個主題都是關於body shaming 所以答案是No 那yes的部分呢,她就說作為一個, could would 其實兩個關心body shaming議題的人 只要這個問題沒有明顯的改善 她說都不敢奢望徹底清除 她覺得每隔幾年都應該提提大家的 所以未來不排除還會有3.0、4.0、5.0 不過她的願望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不需要再說 我覺得這首歌無論是MV的畫風 由JRB作劇曲,還是去到欣宜的唱腔 都很有歐美語的感覺 這件事又很合襯欣宜,我自己覺得 聽欣宜在903的訪問,她就直接說 Demo裡面的原詞是英文 非常之有態度,是會爆粗的 去到Wyman的最終版本,也留下了部分的原有歌詞 當然不是粗口的部分 但是霸氣都還想輸 但我最想說的就是這個MV的Art Direct 她是Carsen 就是之前陪我和妹妹去澳洲玩skydive 就是賴尿的那個 看著她這個賴尿的樣子 我完全想像不到她做了這麼漂亮的東西出來 很厲害啊Carsen 人的外表不是自己能夠選擇 而人的批評也不是你可以控制 唯一的應對方法就是不要理她 只是照顧自己的心情 只是去尊重一些自己覺得值得尊重的人 當然說就容易 要做到也要有一大份的勇氣才可以 被人批評到體無原夫 連自己都討厭自己 有多傷感 最後都是得自己知道 無事任何的批評 自己覺得開心就做 甚至出來反抗 到最後內心輸出的人都是自己 從來審味都是主觀的 少數不代表錯 人家的言論是控制不到 但是心態…你怎麼都還有一些決定權的 送上今集的兩個冷知識 世界上最大恐怖的女性 是來自美國 這位叫做安尼霍金斯特納的女人 她的級數是102… ZZZ級…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算了 只是說她的恐怖都已經重77斤 是說得上成年人的容量 也是見歷史世界紀錄保持者 目前還未被打破 第二個冷知識 世界上最大屯部的女性 都是來自美國 她叫做米克爾斯奴菲 她的身高只有160cm 但屯部就足足比身高再多出80cm 即是240cm的屯位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想知道更多樂壇的新聞 還有什麼新歌派台好聽 還有每次都會送上的冷知識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現在挑戰每星期三集的EG歌仔 不影響星期一星期四的主影片 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啦 Bye Bye